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谁 今天建议 赵长鹏的案件4月30号宣判 合一爆料赵长鹏很好 符文协业预热项目火爆上线 比特币的手续费超越了以太坊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远前 4月19号星期五 我币联合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在DeFi Token 2049的现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由Deepcoin冠名的币圈24小时的数据头条 接着到今天中午的15点30分 比特币价格上升到了64,000美元上方 谁在卖呢 大家看一下持币数量 在10万枚比特币以上的聚金 一共减持了14万枚的比特币 大家可以把这个行为看作是 早期获利盘在抛售他们的筹码 持币地址在1万到10万枚比特币的主流机构 是增持了9万枚比特币的 可以说这是提振比特币价格的 主要购买力量的来源 同时持币数量在1,000到1万枚的小型机构和散户 累计增持了7万枚的比特币 这也成了比特币价格支撑和上涨的主要来源 和场外资金的来源 此前链上活跃度非常低 日均的手续费收益大约只有20枚比特币 但是最近一周链上活跃度增加了 单日最高的手续费达到了157枚比特币 这是矿工躺赢的基础 我们看到日均水准基本保持在120枚比特币左右 在比特币的价格下跌趋势内 链上活跃程度不降反增 那么这对于比特币的价格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作用 近期每一零要解压了 会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产 通过链上进行解锁 链上的活跃程度会进一步的回升 所以大家看到矿工即使在比特币减半的时间点 也能够获得超额的收益 加上低成本的挖矿的优势 会是下一轮抗云的玩家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矿工收益的手续费是大涨了 离不开比特币二层网络的再次开花 近期的福文市场和明文市场都开始回暖了 大家看到4月17号 明文交易量也是大幅的飙升的 达到了32万笔 一周时间飙升了三倍以上 短期来看明文市场的活跃度 会加大对比特币的需求 所以比特币的二层生态 主要是以比特币为交易载体的 随着二层生态的发展 会有越来越的比特币被消耗 或者堆积在明文市场 这对于比特币的价格来讲 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而且大家看到 梅林在减半之后将开启空头上锁 势必会带来一波新的热点和造付效率 比特币的生态值得大家关注 好请您点赞 我来帮您梳理加密货币市场24小时 这些离钱最近的新闻 我来关注一下稳定币一个USDT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很多次跟大家报道过 USDT现在是轻轻松松 1000亿美金的市值 它缺钱了就可以增发相关的加密货币 那么收的是大家实实在的美金资产 现在发行稳定币 应该是整个加密市场当中 仅次于交易所的最赚钱的行业了 那作为一个中间戒指稳定币的交换戒指 它的审查透不透明 它有没有足额兑付能力 一直是围绕在USDT身上 一个不能说的一个秘密 所以大家看到呢 自从2017年 它在第一次发布了审计报告之后 每年它的审计报告都开始放飞自我了 除了不定期公布之外 大家看到从17年到13年 5年时间 它的一共发布了10次 所以它的到底有没有兑付能力 为什么从来不向外界披露它的审计报告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猫腻吗 审计报告的事情 首席执行官保罗·阿尔多伊诺表示 由于USDT的加密性质的原因 秦业重信Deloid 资成PWC 安侯建议KPMG 与安永EY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均不愿与Tether合作 因为他们担心会损害他们的声誉 所以对Tether必而远之 不过Tether并未放弃在透明度和合规性方面的努力 阿尔多伊诺表示 Tether正在努力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 并已完成了SOCR第一类型审计 并且表示乐意看到市场上出现竞争对手 是因为我感到嬰 saud的 那我们看来我们的户口是在富从 baseball演出最主角的中心 中心理的住户口 因为那是 never 在怂、无关的 它是永维历的 其实在TEDA的市值我觉得在熊市的时候它的兑付能力可能有70%就不错了 但是在牛市的时候它的风险反而是被放大的 在UST崩盘之后呢稳定的监管一直都是在提升的 那TEDA为了应对大家的这种质疑呢 其实它的省计的质量 省计频率 包括还给它的资产做了详细的breakdown 这些都是TEDA要向用户去自证的一些手段 但是大家看到从和这个整个加密市场的市值相比呢 稳定币的市值其实占比并不是特别的企业 可是它的利润却是相当客观的 这也就能确实为什么像PayPal啊 Boost Digital啊还有瑞波这些公司都要争先恐后的进入到稳定币市场来分一杯羹的原因 所以大家看到2023年对USDT也是非常有利的一年 首先呢BUSD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被搞死了 而且呢USDC还发生了崩盘的危机 所以USDT这些都是它人和的一部分 真的是时代的机遇啊 那USDT的共识现在还在加强 它能不能有足弱的对付能力 我觉得在牛市的时候需要有足地替好好来考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Base 除了Solana之外我最关注的一大公链就是Tone Tone的涨幅最近应该说非常的猛对吧 今天还在涨 所有的币都在跌它能扛跌 所有的币都涨它涨得最猛 现在呢Tone的总的锁仓量已经达到了7800万美金了 现在是Tone的最高的意识记录 当然链上也远先出非常多的MemeCoin 这有点像在复刻Solana当时Meme狂潮的这个味道 对吧 当然背靠了10亿用户的Telegram Tone能不能在生态当中整合加密资产的交易 NFT的交易 并且让交易在对话当中在社交软体中完成 我觉得这是Tone的一大杀手锏 也是未来叙事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当然这背后的亮眼成绩的背后 还要归功于Tone的幕后的操盘手 就是Telegram的创始人 Telegram的创始人叫做帕维尔杜罗夫 出生于1984年 曾经是一位俄罗斯程序员 2018年Telegram设计建立的 完全去中心化的Liar One区块链Tone 然而由于2020年法律纠纷 Telegram团队最终统一与SEC达成和解 以被迫停止工作作为结局 之后Tone由社区开发者接手 并将其更名为如今的The Open Network 2023年帕维尔杜罗夫曾被披露 其净资产达175亿美元 其中包括比特币 Tone Coin和Telegram股票 在近期接受采访时 杜罗夫自曝自己是比特币的老玩家 大家要知道帕维尔杜罗夫 Tone的原始股东是很少接受采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Tone的在飙涨 大概在4块多Tone的时候 他就曝光他有百亿美金市值的资产 那还是4块钱 现在7块钱估计市值更高了 身价更高了 所以应该有点欺负南下的味道 当然和Tone的代币利好不断 和相关的是Telegram好消息也是非常多的 他要在美国IPO了 要推出企业账户功能 还要开通付费订阅和广告的服务 所以Telegram在收费上面也是毫不手软的 那美国上市公司 美国的投资人应该乐于看到 这样一个赚钱的公司 所以Telegram加Tone 我们有理由关注一下 这个非常有前景的公司 币安迪拜获得了全权许可证 准备重新再次进入印度市场 福文Ruens掀起了炒作风暴 助理比特币手续费翻了三倍 在迪拜Token2049上面 币安的痕迹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首先就是这个现场的WiFi 就是币安赞助的 你的密码就是币安的名字 币安在旁边还有一个Clubhouse 可以举办很多的线下活动 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 币安的一个线下KL的一个聚会 据说和一和Richard Dan都会来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发生 在去之前我们得到消息说 币安已经拿到了迪拜所有的合规牌照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迪拜会是币安总部的一个重点选择了 我们在全球是拿最多牌照的一个平台 在全球18个地方拿到合规 就包括今天我们向外外宣布 我们在迪拜已经全面拿到全面的牌照 可以服务各个产品类 还有我们的不同的用户用户群 据知情人士爆料 币安获得虚拟资产监管局 授予VSP许可证的最终要求 是赵长鹏放弃在币安FCE的投票权 尽管币安的现任CEORichard Tan 确认收到了许可证 但在与CoinTelegraph共享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赵长鹏放弃投票权是纯粹的猜测 另外印度财政部的金融情报单位 在1月份封锁了9家外国加密交易所的网址 和移动应用程序 币安也位列其中 近日就有消息爆出 币安将支付200万美元的罚款 以解除印度4个月的禁令后 计划重新进入印度市场 在过去两年当中的我们肉眼可见 币安是遭遇到了一系列监管的打击的 去年11月份向美国交了43亿美元罚款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赵长鹏是辞去了币安的CEO的职位的 在这一次的Token2049上面 我们亲身见到了何一和新任的CEORichard Tan 在这次的采访当中 何一也透露说 目前CJ在美国的近况是相当平稳的 而目前的局面也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当然在这次的线下见面会当中 何一还聊了很多相关的细节 我们会在近期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 当然在这一次的Token2049上面 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比特币减半的事情 所以很多Panel的目光都在讲 即将上线的符文协议RUIS 这个由Ordinus创始人Cassie创作的新的一个项目 需要解决BRC2年带来的比特币网络拥堵的异常的问题 为资产发行提供一个更轻量更简便的解决方案 而符文协议的预热也是像以后春笋一样 在这一次大会当中随处可见 数据显示4月以来 Dollar P-UPS每天的交易量达到数百万美元 这是过去7天内第二多的NFT BRC20项目 目前总市值已超过4亿美元 过去两周价格飙涨了13倍 符文RUIS的炒作热潮也带来了比特币交易费用的飙升 比特币网络的平均交易费用在短短时间内 就从本月初的4.11美元飙升到了目前的12.17美元 涨幅近三倍 正所谓天下息息皆为利来 在地区炒心不炒这个这种风潮之下 我相信RUIS在刚上线的时候一定会有吸睛的作用 很多热钱很多关注都会往RUIS下面去跑 但是不见得RUIS就能够盖过Odinus或者说Sats的风头了 未来谁能够真正的拿到比特币生态的定盘性的作用 现在还不好说 当然作为投资人来讲 哪都不能缺席 我们都得放一点资产进去 不是吗 谁知道哪篇牛会下雨 好来看今天的币圈快报 由Wallets Market创始人德克斯特推出的Solana AI项目GM.AI官方 在X平台宣布GMID及GM World首批公民的护照正式开放铸造 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 限制供应听起来像是刺激牛市的举措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BTC目前已经处于抽卖阶段 目前87.4%的Solana网络验证者 已更新至V1.17.31 这一更新的完成将有助于解决Solana网络上持续的拥塞问题 日前Coinbase正在搬迁到纽约曼哈顿的新办公室 据透露Coinbase已签署了一份为期11年的租约 租约位于曼哈顿运斗区麦迪逊一号 面积为67208平方英尺 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通胀过高了 要解决通胀问题 还有一段路要走 通往2%通胀的路径 将比人们预期的更为缓慢且不平坦 在年底之前不会降低利率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比特币的第四次减半应该就在明天 还有不到24小的时间 中文聪把比特币的最大的数量限制在2100万美 所以大家想一想 供给减少一半 那么在供需关系还有规律情况下 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 那加密挖矿行业呢 那些管理能力比较差 电费比较高的矿体 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内卷的这种状况之下 什么叫内卷 内卷之下是没有赢家的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关于内卷有这么一个说法 你有个仇家你想弄死他 但是你俩的武功都差不多 谁也干不死谁 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书店里有卖葵花宝典 然后马回了家一咬牙把自己给尬了 神功练成 结果你的仇家下坏了 也买了本葵花宝典也把自己给尬了 你俩武功还是差不多 谁也没把仇报了 你俩都废了 所以我们要在有选择的时候去做自己的选择 在有能力的时候去提升自己 只有自己认清未来从容不过 才是对抗内卷的最好的方式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在迪拜托肯2049向大家问好 现场很吵 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这期的节目 我们希望你能够加入会员 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的会员除了每天有财富密码之外 周四还有特别直播 周日早上有每周大盘的一个预测 我们希望在这个牛市当中 带领所有的朋友一起慢慢并有钱 让我们的比特币越来越多